大批員警來到民宅內仔細搜索 正當來到廚房後面的廁所時 果然發現嫌犯躲在裡面 員警不敢大意持槍大聲呵斥 帶你來看一段現場畫面 原來這名黃姓范賢是詐騙集團的成員之一 靠著假冒網路電商平台客服人員 向被害人謊稱分期付款設定有誤等話術 要求匯款才能解除設定 不法獲利超過數十萬元 警方獲報調閱監視器 發現集團車手提領足機 橫跨人武區等多家銀行及超商ATM 經過收集市政在這個月6號持居票 前往花蓮吉安鄉 將黃姓范賢逮捕到案 除了將一詐欺 洗錢防治等罪嫌移送 後續也將持續追查幕後的集團主嫌